警方執法的驚險場面 最近頻頻曝光 一段亞利桑那州警察 用警車撞擊持槍嫌犯的錄像 最近被曝光 再次引發了 警方執法過當的爭議 亞利桑那州馬拉納市警方認為 這一觸目驚心的行動 可能救了這名嫌犯的性命 但嫌犯的律師則有不同的看法 有報道說嫌犯馬里奧瓦倫西亞 被送往醫院後情況危急 而亞利桑那州馬拉納市警局則表示 嫌犯並未嚴重受傷 住院兩天後出院 已被警方逮捕 這起事件發生在今年2月19日 嫌犯瓦倫西亞搶劫一家便利店 並對一間教堂縱火 後來又在一家商店中 竊取了一把步槍和一盒彈藥 你不想做這個 你不想做這個 當時跟在嫌犯身後警車內的警察 被告知不必擔心 因為嫌犯槍支扳機被鎖住 但話才說完 嫌犯就朝上空開了一槍 警員叫來了支援 另一輛警車從後方突然衝向前 馬拉納警局局長表示 看到視頻後非常震驚 但警員的行動實際救了嫌犯 和周圍民眾的性命 我們確實不懂 什麼人會做的 但我們不能讓他 到達到辦公室的位置 我們不能讓他 有機會 把人在住宅座 侵犯 嫌犯的律師依然堅持警方 可以採取其他傷害度 更低的執法手段 你受到警方的 你受到警方的話 你受到警方的 警方會ือน 警方會找到警方 警方會討令 警方官的警方 警方有警方